hello hello i'm minty minty welcome to my channel 哇哦英国留学的我到底该住哪呢 现在已经五月了 我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自己心意的offer 蛤你没有 那你还要继续看这个视频吗 快点讲重点 好了啦我们来聊一下 要去英国读书的你们最担心的问题 我到底要住在哪里 贵不贵安不安全 交通方不方便 房型有哪些 你就是你不要学我翻白眼呢 我知道你可能想说去读书不就住宿舍吗 还有什么选择白痴哦 sorry 还有一段废话 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哟 在讲我们的正题之前呢 我先讲一个题外话 如果你是要去英国读小学 初中或高中的话 你应该没有太多的选择 你只能读全寄宿型学校 那你就住宿舍了 或者是读的是走读型学校 你就会有homestay来选择 就简而言之就是你会住在英国人的家里 嗯 等一下 如果你去读小学初中的课中表明说 你还未满18岁 你未满18岁的话要不要先关掉这个视频啊 我毕竟是18禁性感播出 我不会被告吧 好了好了 回到正题 即将去英国读本科或者研究生的你们一定也知道 最常见的两种住宿方式 就是我们的学校宿舍和我们的校外租房 不知道 那今天呢我们就着重来讲一下学校宿舍分为哪几种房型 价格有多少 优劣室是什么呢 我的手 学校宿舍的话一般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我们的single room 也叫做basic room 第二种是我们的shared room 也叫做tween room 对双胞胎房间 第三种叫做onsway 它不读音速哦 onsway是个法语词汇哦 第四种是我们的studio 这四种最常见的房型的设施设备和价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咯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一种single room或者是basic room 简而言之呢就是你的房间里会有一张床 一张书桌 一个衣柜 就是基本的三件套配备 然后厨房厕所和浴室都是公用的 但大家不要惊慌 没有人惊慌啊 就你啊 一般情况下的话都是最多四个人一起使用 如果你们的有五到八个single room连在一起的话 它应该至少有两到三个的浴室或厕所 所以不用担心 如果你在国内读过大学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吧 第二种呢是我们的onsway 哦不不不不不 先讲我们就是稍微有点点担心的房型 叫做shared room或者是我们的tween room这两种 同一种 为什么有点小担心呢 因为说白了它其实就是大一点的single room当中有两张床 两张桌两个衣柜 然后你们会住两个人 然后互相share 优点就是相对便宜啦 缺点就是都这么大个人了 还没有一点点隐私圈 有点点小尴尬啦 比如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突然有点寂寞 想让你的肉体跟床单之间 制造一些非常贵的摩擦感和碰撞感 而偶尔还有嘎唧嘎唧的伴奏森 如果你的床不是很稳的话 那你该怎么办呢 啊 啊 好了啦 不了这个 不然我的学生们会看到 他们会以为我真的是什么深夜色情主播 性感主播 好了啦 废话那么多 最主要就是没有私人空间啦 而且你的跟你一起合租的小伙伴 但是不能自己选择的是随其安排 但是我听说说 如果你们两个人是好朋友的话 是可以一起去申请的 然后发邮件说 我们两个人住在一起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 话重点来啰 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加了什么新生群 认识了几个朋友 然后就觉得你们臭味相投 情投 一喝一喝 不对 志趣相投 就决定一起住 嗯 就 看你的运气和人品了 有可能会后悔一整年哟 第三种就是我们的 安随 这是个法语词汇 它不读音速 不读音速 不读音速 安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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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们的床 书桌和床 和衣柜 以外呢 你还拥有了你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这种房型特别的适合 不喜欢跟别人一起共用卫生间的小可爱吗 还记得你当学本科的时候 排队拉屎的恐惧吗 这个时候呢 就要特别强调一下 国外的宿舍的话 都是男女混运 男女混速的 所以说 就 女生如果比较害羞 比较怕尴尬的话 还是自己有自己的厕所比较好 但是 你就看不到了那些 半裸的外国男人们 在你面前走来走去的样子 by the way 厨房还是公用的哟 第四种 就是我们的studio啦 顾名思义 就是 顾名思义 你除了有自己的床 书桌 衣柜 还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独立的厨房 还有独立的人格 对 想一下你住studio的话呢 你再也不用跟那些不太爱干净的小伙伴一起share了 完美都是你的 但如果你自己不爱干净的话 就有点 嗯 呵呵 有一些studio的话呢 他可能还有一些 商法电视和迷你客厅 只要你有钱 想要什么都可以 这种房型的话 是特别适合 经济压力稍微小一点 手头比较宽裕又比较在乎住房舒适度的小伙伴 第五种房型 其实也不算第五种房型啦 这真的不是特别特别常见 它就是我们的one bedroom flat跟two bedroom flat 就是一套一和二套一 如果你都不知道什么叫一套一和二套一 我不讲 我不管 我不讲 我不管 我不讲 我不管 而且他真的没有缺点 除了贵 哈喽哈喽 房型讲完了 我们来聊一下价格吧 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宿舍 不同的地底位置 房间大小 不同的设备设施 都会决定价格的差异 所以其实价格差异还蛮大的 真的 那我就只能拿我自己的学校 UCL来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今天登了我们UCL的官网 看来是accommendation 对于2020年和2021年的价格 然后录了一个超快的视频 超多宿舍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 我都被吓到了 想说UCL怎么这么多宿舍 宿舍 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我们以下的价格都是按周来算的 一周多少钱 所以一个月是四周加几天 哎哟 马上分析哦 因为这个数字太复杂了 我就寄在我iPad上 我来读给大家听听看哦 它single最便宜的房型是138.11磅一周 最贵的话是252.21磅一周 然后twin room 这是我们的两个人住的是99.33最便宜 然后最贵的是175.91磅一周 然后对我们的ounceway ounceway 最便宜的是210.14磅一周 最贵的是我们的297.36磅一周 然后对我们的studio来说呢 最便宜的是156.59磅一周 然后最贵的是372.68磅一周 然后呢UCL还会提供1bedroom跟2bedroomflatter 但是价格就会更加贵一点点呦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学校住宿的房型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官网上认真的看清楚 还有它的地底位置特别的重要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地底位置 不同的房间大小 跟不同的设施 还有新旧的问题的话 有可能我们的single 是比我们的ounceway贵的 有可能我们的ounceway 比我们的studio也贵的 所以对我说是对的吧 嗯就是不一定就是studio最贵 ounceway第二贵 single第三贵 twin最便宜 还要看你的地底位置跟房型 还有设施条件 对的 讲了这么多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住学校宿舍呢 学校住宿的优点其实是蛮明显的 第一个相对安全 宿舍的位置的话 一般都是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区域 然后呢也会有24小时的前台 所以它既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又可以帮你收个快递什么之类的 第二点离学校近80%的宿舍 都在你学校的附近 所以走路的时间的话呢 一般是1到20分钟之间 但是要千万注意 并不是所有的宿舍都离你上课的地方很近 一定要记清楚为什么呢 大家在选宿舍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自己在哪个专业 哪个学院哪个校区 不然你有可能会订到不同的校区的宿舍 那你就非常的远 那你可能就会问我了 老师我有没有去过伦敦 我怎么会知道哪个地方近哪个地方远呢 大家只要打开Google map上面输入我们的学校postcode 然后再输入那个宿舍的postcode 你就知道通过各种交通方式的距离的时间 的时间是多少咯 举个例子好了 当年我在UCL的ILE读研究生的时候 就是伦敦大学学院的教育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教育学院自己的宿舍真的离那个校区 特别特别特别的远 就像我这种腿又长又粗的人 就是一不小心就要走60秒才到得了 如果你不小心等了一个红灯 可能要两分钟 真的超级远 但是呢我自己是没有租宿舍的 因为当年读书太穷了 租不起宿舍 我住哪呢 等我十年之后粉丝破万 我再告诉你们 优势No.3 大部分的宿舍都是包Bill的 包Bill什么意思 Bill 是那个绿绿的非常好看的早餐店 No 包Bill的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不用去付水电器 也不用付网费 也不用付服务费 打扫卫生的钱 宿舍也帮你把console tax也付掉了 所以你自己就什么都不用担心 只需要交钱就可以了 哦什么叫console tax 就是英国的房屋税吧 它既可以叫议会税 也可以叫市政税 就是如果你不住学生宿舍的话 自己住房子 就叫console tax 之后再说 所以说 住在我们的学校宿舍是非常方便的 从一国他乡来的 你不就是想要一切都很顺利 一切都很方便吗 所以说学校宿舍一定是不二之旋 是什么智慧 啊 讲了这么多 你以为住学校宿舍没有缺点吗 有的 如果你是来英国读本科的话 学校一般第一年都会满足你 让你住宿舍的 那你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怎么办 如果你来读研究生的话 本来就只有一年 可是宿舍是有一个期限的 你之后如果还想在这边继续待着 你还是需要自己找房的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局限 还有就是 你以为宿舍是你想住就可以住的吗 嗯 它的数量非常的有限 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闲到闲得 或者是抽奖 闲到闲得啦 所以这也是学生早申请的一个好处 对 但是如果你说你申请的比较晚 和offer来的比较晚 没有宿舍住怎么办呢 那明天老师送你一首歌 哎呦 开个玩笑 不要担心 我下一个视频会跟你讲说 如果没有学校的宿舍 你应该怎么办 你以为缺点就结束了吗 没有 中国人啊中国人出门在外最喜欢干什么 炒菜炒菜炒菜 我跟你讲 如果你要住学校宿舍的话 千万不要炒菜 因为你炒菜 立刻出发烟雾报警系统 然后你开始 或者开始喷水 然后你们整栋楼记住 整栋楼需要立刻疏散 然后呢 等一下消防车就来了 咕咕咕咕咕 你以为整栋楼疏散 消防小哥哥来了之后就结束了吗 嗯嗯 你还要交罚款 但是罚款多少钱我不记得了 因为我没有被罚过 因为我没有住学校宿舍 但是知道的朋友在耽误告诉我 你以为消防警报 就只有在炒菜的时候才会叫吗 嗯嗯 经常不知道为什么就叫了 你还记得我说的是整栋楼吗 好了 噩梦来了 你不炒菜 你不让他叫 那别人会让他叫吗 会的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每天早上七点钟就要出门上班 我就会刷一下朋友圈 就会看到经常半夜三四点 我的 住宿舍的朋友们在发朋友圈 好冷哦 为什么消防警报又响了 删掉 就经常半夜的时候消防警报响了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裹着睡衣冲出宿舍 然后掏个外套 冬天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冷 而且有时候如果你在拉屎或洗澡 也是需要立刻冲出去的 那个滋味有多酸酸酸酸酸 我就不告诉你有多酸酸酸酸酸酸酸 其他宿舍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UCL的教育学院的宿舍 就真的以前发生过很多次 我看着我的那些小伙伴们半夜跑出了 哎呦哎呦 过来过来乖乖乖 我没有订到宿舍的小可爱们 不要担心啦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 我知道学校的宿舍就是省事 省时省钱省心 但是没有订到的话也不可怕 你只要看我的下一条视频 我就告诉你 没有订到学校宿舍 可以怎么解决呢 很简单的啦 不用担心了啦 相信明提老师啦 啦啦啦啦 都看到这里了 有没有给我发弹幕 有没有给我三连呢 没有 哎呦 拜托拜托 帮明提老师三连加弹幕 我会爱你哦 你会爱我哦 对你会爱我 爱我 别 走了啦 可以走了 转发就走了嘛 拜拜 下个视频见 记得关注 我是明提老师